数字枕 Buenos Aires 好 要分对5,6 , 7ous mug的答案 然后顾便复习 然后我们那边就交这个 这种式子 然后有这种式子 你会有图 我们就这样子版回去检查 看看他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顶点 是2' drink 然后这边是4C 对 C 的 然后他会从顶点往下2 会走到脚点 2' drink 然後上面是y等於1 沒錯 然後這個也是0點是 它改成3喔 所以這裡是3 0點是-1-3 沒錯 c等於3 所以往這裡走3 這個沒有寫 這個是-2-3 然後這邊是x等於-4 沒錯 然後我們反過來 其實這幾題又是反過來 就是給你條件 然後請你回去寫 那那個品學字這邊有點小 我們可以自己看上面那個圖 就0點是1-2 焦點是1-3 那對這邊就會是1-2 然後 焦點是1-3的話 c就會是1 它是上下形的 寫出來的為是這樣 然後最後這個 頂點也還是 頂點還是1-2 焦點變成0-2 所以你的c是-1 因為你是往左走1 1-2在這裡就會是 who's cc 什麼 好這邊就是4題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的重點就是 你知道什麼是靠路線 是什麼 到焦點等於到準線的距離 這是第1個 然後再來有式子你可以畫 反過來有圖你可以寫式子 這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接著我們要到繼續了 請大家翻到第5頁 第2頁 好我們今天會繼續就是看很多 泡路線的式子 那一個個來 我們黑板左邊都是標準式 那接下來呢 今天的重點會是 我會把很多式子穩在一起 好我們要對這些式子變成 好第一個長得像這樣 好看到這個式子 你會想要對它做什麼式子 好沒錯可以吧 這樣的話你是不是 加1 加1 所以平方會等於 這邊 另外一個位置數 我把它寫到另外一個 b4y加7 這邊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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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高度線 我們再把它寫得更好一點 把Y的西數提到前面 b4 這個是射子嗎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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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 所以這個式子 我們就把它變成它 那變成它 以後又回到黑板左邊 就是有它 你就可以畫出套路線 所以現在請你們寫 1 6 就是自己寫完 5跟6 寫完的人 你就挑戰7跟8 7跟8 7跟8 是 再下一個經濟 然後我會扣2 2 寫5跟6 寫完的人 書語跟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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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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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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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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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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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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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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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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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6的答案,然後我會下一個結論 然後我再給7跟8提示,本在行 好,5剛剛講了,那個配完放以後就是長這樣 其實配完放以後就差不多了 該有的就有了,0點是-1、2啊 然後它是上下行的 焦點是C等於-1,所以往下抖離 得到-1、1 那除了就長這樣,準線是y的為3 然後第六題,那你一樣就是它先配合放分離 才標準時,會變成這樣 那這裡y有平方,所以你知道它會是左右0點 是-1、2、2、2在這裡,很好 接下來是C,C等於-2分之1 所以你會往前,往左邊走-2分之1 這是焦點5-2,準線是x等6,有對 好,這是5跟6,所以5跟6呢,我們現在反過來就是 給你一個看起來不是標準式的樣子 你把它變成標準式,接著你就會有該有的 好,那這種展開的這種式 或者你們會看到這個樣子,就如果我稍微把它移上一下以後 你會得到y等於-4分之1x0-2s加2分之7 你可能也可以把幣子這樣,這個都叫做110 那這種四十七是你們很久以前看過 你們知道在哪嗎? 二次檀數的時候 高一的時候 更早之前你就看過 比高一更早 國中的時候 國中最喜歡教座 可以幫他搞什麼 找那個頂頂 然後問你看過 在口槽哪裡啊 就覺得最喜歡的這個 所以其實這是你們以前學過的東西 然後這種式子 我們把它叫做一般式 或者是價值的 好 那因為這個是二次檀數 所以每一個X 都會對到一個Y 每個X 都要一個Y 每個X 都要一個Y 如果你畫直線的話 都會剛好跟拋物線交到一個頂 這個大家可以問候 哈囉哈囉 離開一下 這樣 因為我要到下一個階段 所以你們要可以 每畫一條線都只交一個點 因為他都只能拿出 好 所以如果今天把拋物線變成橫的 變成這樣 剛剛是這樣子會只有一個焦點 因為他這邊有很滑 這樣滑 就是每給我一個Y 它就會剛好對到一個X 給我一個Y 對到一個X 給我一個Y 對到一個X 所以你們在畫拋物線的時候 絕對不會變成這樣 就是它不會縮進去 因為他應該要 因為他應該要 就是每給我一個Y 只能對到一個X 一個Y 對到一個X 一個Y 對到一個X 所以這個拋物線應該會長得比較像是這樣 OK嗎 他不會慢慢的縮成你的檔 他會這樣 就是他會一直出去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 第二個 以前我們說二次函數可以寫成這樣 Y 等 A 平方加 BX 加 B 好 今天變成這樣 這個是Y 是 S 的函數 這邊是 S 是 Y 的函數的話 那這邊的式子一定可以寫成 對不對 就其實左邊如果理會了 右邊就是理會了 因為右邊就是X跟Y相反 就地位交換 好 所以結論 如果你今天拋物線是長這樣子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二次函數 我們以前學的那種 那你就可以拿拋物線 就已經可以長成這樣 那如果它就變左右的話 就反過來想 就會變成 X 是 Y 的函數 那它一定可以寫成這樣 這個結論就在你們這一頁的最下面 一把吃 好 接著看黑板的左邊 就是我剛下去詢 有的已經寫了 有的還沒有寫 有的看到這個式子就很害怕 這個式子其實是最開始出現的 那我剛下去看了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它應該跟這個距離有關 然後這邊我會把兩邊同時看更好 取正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應該是 X Y 到 E 3 的距離 有一個點擊 E 3 那這邊看起來是點到線的距離 X Y 到這條線 這條線是哪一條線 通常大家看到這個式子 你們應該就會猜那個 那養成習慣還是去檢查一下 這個真的是到這條線的距離嗎 你要看看下面是不是真的 這處理它法相要長度 你說代入絕對幾乎法相要長度 然後就真的是更好 他可以很放心的說 那這個是我要的線 那所以像是 X Y 到這個點的距離 等於 X Y 到這條線的距離 就是這個式子的意義 我把它寫下來 那意思就是說這個點其實就是我的焦點 那條線就是我的準線 那卡住的人請你們至少先畫出 D 3 這個點跟那條線 畫完以後稍微畫一下那個拋無線 然後再開始看他要什麼東西 求一圈 那第八小題一樣 只是第八小題還是有些地方不一樣 那一樣你們能做的事情就是 你覺得什麼東西很關鍵 你就先畫在上面 比如說我剛剛就畫了D 3跟那條線 就是它感覺是很關鍵的東西 就先畫然後我們再想接下來怎麼辦 所以抽到的同學你們上台寫 如果你寫不住答案 你就把你覺得是關鍵的畫在主上就好 那當然還是先以求的判定 你摘寫不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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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